以上的讯息来看到下个礼拜就是迎接端午节了 由于养生意识的抬头啊 今年看来买气好像不如以往 结果呢现在是有不少店家推出了创新的口味要力拼提代率 来看看在南门市场当中呢 就有老店跟酒商合作 一口气推出了三款的威士忌粽 有心有甜任君挑选 另外还有业者呢推出了这个川味麻辣粽 里头加入了大肠 让你在吃粽子的时候 好像在吃麻辣锅一样 另外市场里呢还有像是总统粽啦 过去听说像是李前总统 还有蒋经国前总统都是始终的套客 肥肉蛋黄五花肉每个料都不能少 仅仅被包进糯米中 这个胡州粽不仅是南门市场的明星商品 更还有个响叮当的名号总统粽 过去像是前总统蒋经国 严家干李登辉可全部都是始终套客 严总统他买我们的粽子十个回去吃 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粽子 他去订了一百个 那后来又来订一千个 随着端午节倒数名店霸掌拼买气 有老店还和酒商合作 鲜肉咸粽米酒改用威士忌 更创新把黑枣浸泡在威士忌中 一口气推出两款酒商甜粽 这个黑枣竹竹竹有泡了七天 让它整个吸附很饱满的威士忌酒之后 让它包入粽子里面 这是我们的川味麻辣粽 另外就怕粽子吃多会腻 还有店家推出麻辣口味 馅料更有大肠让你吃粽 仿佛再吃麻辣锅 老板推成初心 就是因为今年买气实在不如以往 现在的量会比较少 比如以前买十个 现在大概可能就买五个 买三个 杨生意识抬头 粽子买气也跟着受到波动 店家只能靠换口味 满足滔客 尝闲心力 解释最坚固头到 我 我 感谢观看